我养了五年的心上人高中叹花 还要迎娶丞相之女 可她不知道 相辅千金是假的 状元和榜眼也是我资助的 我真实的身份是 敌掌公主 我儿高中叹花 你配不上她了 喜讯传来的第二天 宋亲燕母亲就上门来退亲 她趾高气昂地站在院子里 脸上全然没了平日里对我的感激讨好之情 她马上要迎娶丞相之女为妻 你一个小小的县城女 能和我儿相识一场 你是天大的福气 实相的话 就赶紧把退婚书签了 别逼我们动用其他手段 后果你承担不起 我一听这话 瞬间就乐了 这话是宋亲燕教你说的 宋母脑木 你管谁教的 今日这婚一定得退 行 这些年你们吃我的 祝我的 花我的 粗略估计一下就算二百两吧 把钱还我就退婚 宋母脸色一变 小门小户的 这点钱也算得清清楚楚 还往回要 我笑 断就断得干净 难道你希望日后宋亲燕被人指着几两骨 说她能烤上碳花 都是我花钱养的 宋母自然一万都不愿意 宋亲燕她爹死后 宋母就把乡下的房子和地都卖了 供宋亲燕读书 只为盼着她能出人头地 可宋母并不知道 读书也需要时间和很多的钱 所以二人很快就沦落到街头乞讨求生 我第一次见到宋亲燕时 她灰头土脸 破破烂烂的坐在角落里 捧着一本书看 我觉得有趣 就找个宅子 把二人安置下来 一样就是五年 我记得那天宋亲燕母子跪在我的面前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感激我 发誓用余声暴打我 后面见我也处处低微讨好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大概就是我和宋亲燕定了婚约后吧 而现在 这段过去被这对母子当成了污点 迫不及待地想和我划清界限 宋母咬牙 还你就还你 但我现在没钱 等我到了京城 让我儿子找人把钱给你送来 我点点头 行 日后宋亲燕别后悔就行 宋母眼睛都要翻上天了 我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别反悔才是 次日我在关道上又碰见了宋母 她要去京城 我也要去京城 只不过她坐的是硬板马车 我的就奢华多了 半路歇脚时 我听她在一旁难受的翠马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 显摆什么 等到京城 让我儿子给弄得更好的 我瞧了丫鬟彩春一眼 彩春立即大声感叹道 哎呦呦 有钱真好 这道京城起码还得时日 要是坐那硬板马车呀 能不能活着到都不知道咯 宋母才坐了半天就浑身疼 一听还要十天 当即就叫嚷着 也要换得和我一样的马车 车夫一脸无语 一样的没有 想换舒适点的得加钱 宋母怒道 我儿子可是今年新进的炭花 你敢不听我的 车夫赤笑 天王老子来了 该加钱也得加钱 炭花咋了 前年的炭花还被砍头了呢 这京城最不缺的就是官了 死得最快的也是官 宋母气了个半死 说到京城非得给车夫 好好告上一状 车夫倒是一脸无畏 他拿钱办事 只负责把人送到 上车后 我让彩春在马车尾部贴了张大纸 上面只写了五个字 还钱 二百两 我的马车稳稳地走在硬板马车前面 车夫是个精明人 一看就乐了 伸着脖子问宋母 炭花娘 你为啥欠人二百两啊 宋母对二百两极为敏感 他猛地拉开车帘 瞪向车夫 你怎么知道 车夫朝着我的车尾弩弩嘴 这不债主都找上门了 宋母一直跟着宋青燕读书 这简单的几个字还是认识的 他当即脸色骤变 快把他撕下来 撕不了 前面的马车一看 就非寻常人家所有 不是我能惹得起的人 我儿子是炭花 他马上就会娶丞相织女为妻 有什么惹不起的 车夫还是摇摇头 他见过丞相家的马车 没一个比得过前面的 他是遇到硬茬子了 同时他又有点同情炭花 有这么个嚣张跋扈牛逼极乐的娘 怕是要在京城不好过咯 宋母见车夫纹丝不动 开始扯脖子朝我大喊 楚安平 我都说过会还你钱了 你赶紧把那纸撕了 你再不撕 等到京城 我儿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有你好果子吃 我对后面的叫喊声完全无视 反正他累了 自然就不会喊了 车夫也乐得看热闹 不然这一路到京城 确实还挺无聊的 十天后 宋母的嗓子 已经几乎说不出来话了 排队路城门时 我让彩春将纸张撕下来 交给车夫 又给了他二两银子 让他顺路一起交给宋青燕 我则带着彩春 先一步去了宋青燕住处对面的茶铺里 看热闹 没想到还碰到了熟人 乡府真千金林月谦 林与飞那件人勾搭上了心境探花 还巴巴地跑来接人家娘 等一下我就过去拆穿她的假身份 林与飞的娘是丞相的妾室 当年贾运进了乡府 两年前才得知这位是贾千金 这种丑闻乡府自然想瞒下来 所以外界知情的并不多 而乡府夫人是我亲姻母 林月谦是我表妹 我拦住她 你先别急 有热闹给你看 此时宋青燕住处的门口 已经围了不少人 都在夸探花廊有孝心 高中之后 还不忘把远在乡镇的母亲 接来享福 也夸林与飞有情有义 不捧高彩低不堪出身 一眼就相中了宋青燕这个穷书生 穷书生也不负有心人的考上了探花 真是狼才女貌的一段爱情佳话 林月谦没忍住呸了一声 探花廊真是个瞎的 喜欢这种虚情假意的死白脸 这时硬把马车缓缓在大门口停住 宋青燕上前一步 声音十足 娘 儿子接您回家了 结果只听马车里扑通一声 然后嘶哑刺耳的哭号声响起 紧接着 一只苍老如枯的手 先从马车里伸了出来 宋母狼被憔悴的向外爬 宋青燕惊了 林与飞惊了 围观的人也都惊了 还是车夫倾壳一声 探花廊 您母亲已经送到了 路途遥远 下次还是找个舒适的马车比较好 然后她将折纸双手递上 这是一位小姐让我带给您的 并嘱托让您亲自打开 宋母见状激动嚎叫的手指车夫 偏偏嗓子哑的说不出来一句话 宋青燕怕她从马车上摔下去 赶紧上前扶住她 林与飞本想在人前卖个好人设 哪里想到 宋母竟是这般脏兮兮的疯模样 她不想去扶 转而就接过那折纸 笑着打开来 什么样的小姐送来的 还要燕哥哥亲自打开 下一秒 她脸上的笑意瞬间僵住 那纸上的环钱二百两五个大字 连对面的林月谦都看得清清楚楚 哈哈笑死我了 林月谦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我还以为这件人坑蒙拐骗的 找了个什么好人家 结果反倒沾一身屎 瞧她人前忍着不敢发作样 我就爽急了 憋死她 林月谦笑够了 好奇问我 表姐 你是不是认识炭花狼 我简单的 把和宋青燕之间的事讲了下 林月谦一脸震惊 靠 这人真是眼瞎又恶心 跟那件人还真是绝配 她能和表姐订婚 那是颇天的富贵往她身上砸 竟如此不知好歹 我喝了口茶 很是赞同林月谦的话 当年为了不嫁给大将军秦慎 我便找了宋青燕 宋青燕激动的同意 还说一定努力读书 考取功名取我进京 以后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被这话打动了 还想着等宋青燕考上给她惊喜 让她一跃成为驸马 没想到 这颇天的富贵给她 她是真不要啊 不要就不要 但这口气 我绝对不会忍 表姐 我能帮你什么吗 林月谦言里全是兴奋 我将计划 简单和她说了下 她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完成任务 隔天 宋母的嗓子终于能说话了 她第一句是 楚安平也来京城了 第二句是 你把她杀了吧 永绝后患 宋青燕愣住 杨你说什么呢 楚小姐总归对我们有恩 她通情达理 好好与她说一番 这回应该就能退掉了 宋母哭道 假的 都是假的 我好言说退婚 她却处刁难 还让我们还钱 我来京城的路上 她马车就在我前面 你收到的那张纸 她对着我贴了一路 我走啊 她跟啊 晚上客栈休息 我住下等房 她住上等房 吃饭时 我吃青菜西粥 她故意在一旁吃山珍海味 还有她身边那个死丫头 总故意拿话气我 而啊 她来京都 肯定没安好心 你看昨日 不就当众给你难堪了 你是炭花 即将要迎娶丞相之女 以后要做人上人的 可不能被这种低贱之人 毁了后半辈子啊 宋青燕脸色铁青 岂有此理 真是过分 我这就去找她 我回京城后 并未回宫 而是在一家客栈落脚 宋青燕见到我时 眼里闪过一抹惊艳 满身的怒气 也散去几分 她像往常一样 朝我行医里 语气略显生硬 楚小姐别来无恙 这是二百两银票 悉数奉上 望以后 莫再纠缠 我轻笑一声 感叹道 仗义美多图狗背 复兴多数读书人 银票我收下了 辉约解除 你走吧 宋青燕脸色难看 她在原地站了会儿 犹豫道 安平 我日夜苦读 就为这一天 如今高中 你不应该对我高兴吗 我眨眨眼 这人脑子有毛病吗 我都被辜负了 我还得为她高兴 相府千金 能看上我 是我的荣幸 这门亲事 我不能拒绝 也不能反抗 我也感念你 曾对我有恩 要不这样吧 你当我外事如何 如今我是叹花 也不算委屈了你 扑 我没忍住 直接笑了出来 宋青燕却以为 我太高兴了 忍不住得意地 端了几分架子 你也不用太感动 我这人就是情深义重 不过我刚认职 没什么钱 宅子你就先自己置办吧 还有这二百两 我先 银票留下 人滚蛋 我一秒变脸地打断她 语气冰冷 我见过的人也算不少 这般无耻至极的 她能排前三 还真是被我看走眼了 宋青燕脸色 瞬间难看无比 她咬牙道 楚安平 要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 你也配当我外事 别给脸不要脸 我起身一脚 将她从二楼窗户 踹到了外面的大街上 她惨叫一声 扬起一片灰尘 周围迅速聚拢 起人为观 我站在窗口 笑意应道 叹花狼好大的官威 恬不知耻地 找本小姐 做外事就算了 还得本小姐 自己出钱置办宅子 就是那宫里的皇上 也没你这般厉害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 别污蔑我 宋青燕顾不上疼 起身吼了一句 吓得连忙五头跑了 我正要关窗 就见议论纷纷的人群中 一抹挺拔凛冽的身影 正抬眸沉静地望着我 是大将军秦慎 就为了这么个男人 不愿与我成婚 茶楼里 秦慎语气讥讽 我就正道 是不愿与你成婚 才找了这么个男人 说起这事 我也是憋屈得很 要不是他秦慎 突然抽风 找我弟情指赐婚 想娶我为妻 我至于吓得跑出宫 随便找个男人订婚吗 现在倒好 丢人正好丢到他面前了 你想笑就笑吧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是我眼拙 没看对人 秦慎脸眸吃笑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我这个气呀 当今天下 知道我的身份 还敢嘲讽我的 除了秦慎 找不出第二个人 就连我那当了皇上的亲弟弟都不敢 偏偏我又不敢说什么 因为我怕秦慎 这也是我不愿意 嫁给他的主要原因 当年为了能让我弟顺利登基 秦慎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那时候日夜做梦 都是他杀人的模样 从骨子里的惧怕 我感恩他 又怕他 秦慎放下茶杯 就离开了 临走时 让我找时间回宫一趟 说我弟弟很想我 我也没细想 一听我弟想我了 就立马回了趟宫 结果 我弟苦刮着一张脸跟我说 我的皇姐 你用脚趾头想想 朕也不可能和大将军说 这么直白的话呀 他又向朕情指赐婚了 朕说 等你回宫再给他答复 然后你就回来了 我立马出宫 别说我回来过 宋庆宴找外事 还是传了出去 林雨菲去找他质问 他疯狂 往我身上泼脏水 还说我对他厌爱生恨 得不到就想毁掉他 对此 我嗤之以鼻 我让林月谦出面 举办一场茶话会 邀请一众世家公子小姐 以及今年的三顶甲参加 地点就定在丞相府 相府嫡长女邀约 尤其还是个单身的嫡长女 大家挤破了头都想来 运气在好点 说不定还能碰到相爷 被相爷提拔一下 目前风头最盛的 当属三顶甲 当宋青燕举着茶杯满面吹风的 和大家互相吹捧 一转头就看见我蒙着面纱 坐在角落里盯着他时 他手一抖 茶杯差点都没拿住 你怎么会在这 这是相府 岂是你这种人能进来的 他学那个理由闪身 在我面前咬牙切齿 这五年来 我经常此装扮地出现在他面前 所以他一眼就能认出我 我淡淡道 自然是被邀请来的 他怪异地哈了一声 嘲讽道 就你也能被邀请 你看他来这的人 每个不是世家子弟 豪门权贵 再不计 也是我这种考上功名的函事 你又是什么 这是林雨菲出现在他身边 那我是谁 宋青燕说 就是对他爱而不得 想毁了他的退婚女 林雨菲一听这话 当姐冷下脸对我说 姑娘还是认清现实 自行离开吧 以后也别出现在京城 之前你扳坏宋青燕名声的事 我就既往不救了 再不走 我就让人把你赶出去 你要把谁赶出去啊 林月谦事事出现 盛气凌人的逆向林雨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请来的贵客指手画脚 赶紧给我道歉 林雨菲脸色一白 明显很怕林雨菲 咬着唇没敢出声 宋青燕不认识林月谦 上前一步 挡在林雨菲面前 沉着脸道 这位小姐请注意言辞 茶话会奶香府小姐举办 你随意请人来 似乎不太好吧 她把林月谦当成了别家小姐 以为茶话会是林雨菲举办的 林月谦当即怒道 吓了你的狗眼 本小姐举办的茶话会 想请谁来就请谁来 这里不欢迎你 你给我滚出去 宋青燕脸色大变 回头看向林雨菲 林雨菲两只手 在身前紧紧地攥着手帕 窘迫哀求 姐姐 谁是你姐姐 旁人不知道你什么身份 你自己不清楚吗 带着你这瞎眼的未婚夫 给我一起滚 这边的吵闹声 很快引来不少人 众人见林月谦发怒 纷纷询问情况 还问宋青燕做了什么 惹得林大小姐正生气 宋青燕这才知道 眼前的人才是林家嫡小姐 而林雨菲 不过是个根本不受宠的庶女罢了 茶话会也是人家 狄小姐宴情举办的 二人灰头土脸地匆匆离开 林月谦说了句没事 然后让大家继续个玩子的 了解 爽死了 哈哈 人群散去 林月谦在我旁边咯咯笑 让宋青燕知道 我和林月谦认识 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我正大光明地从丞相府离开 宋青燕很快出现在我面前 你怎么会认识相府狄小姐 我一脸嘲弄 哟 这不是被赶出来的叹花狼吗 你一同被赶出来的未婚妻 怎么没和你在一起 楚安平 她咬着牙 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 故意去巴结讨好这相府狄小姐吧 我劝你省省吧 我不可能放着相府千金不娶 去娶你这个乡镇女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扑了一下笑出了声 那助你早日抱得美人归咯 我绕过她继续离开 宋青燕却又挡住 你还没说 你怎么认识的林月谦呢 滚 你不说我就不 她惨叫一声 痛苦地跪倒在一旁 不过这一脚不是我踹的 而是秦慎踹的 秦慎身子挺拔 面容素冷 眉宇间有些阴影地看着我 我找你有事 我只好乖乖地跟着秦慎离开 身后宋青燕指着秦慎 一脸不可置信 秦 秦大将军 又是上次的茶楼 秦慎双眸锐利地盯着我 我知道你回了宫 婚事考虑得如何了 我一脸苦恼 就一定非我不可吗 京城这么多千金小姐迷恋你 先给他们些机会不好吗 秦慎谋色渐沉 非你不可 可我要的你给不了 你要什么 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我可以给你 我心想林月谦这个大嘴巴 肯定是他和秦慎说的 但是我没想到 秦慎居然会同意 我挠挠头 那个 你让我再想想吧 等我先忙完宋青燕的事 好 我等你 和秦慎分别后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等我天黑回到客栈时 宋青燕正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的 在我房门口来回走着 见我出现 他猛地走上前 楚安平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居然认识林月谦和秦慎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宋青燕已经完全凌乱了 他双眼心红地瞪着我 我轻笑一声 我呀 一个偏远城镇 稍微有点小钱的乡镇女罢了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好好当你的炭花狼 或许是因为秦慎的出现 我突然觉得 再和宋青燕这么扯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也不打算再对付他了 反正他以后知道我的身份 自然会震惊和后悔 他攀附全世 再取个假千金 也算对他的惩罚吧 但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是从林与飞的口中 得知了我的真实身份 主要是他说了我的名字 林与飞下意识地回了句 这不是安乐公主的本名吗 然后林与飞又找出了我的画像 宋青燕这才知道 他究竟错过了什么 而他再回客栈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 回了皇宫 再见到宋青燕 是宫内的中秋宴会上 皇帝宴请无品以上群臣家眷 还特意叫来了三顶甲 宫愁交错 一片祥和 林与谦在我旁边叽叽喳喳的八卦 宋青燕知道你是长公主后 就和那死白莲退亲了 死白莲开始还不乐意 后来宋青燕也不知道 从哪听说她是个假千金 就更不搭理她了 她去找宋青燕她娘 结果你猜怎么着 那老太婆直接把她骂出来了 骂的那个难听哟 我好奇问 相爷知道这是吗 知道 她还想给那死白莲撑念子呢 被我给凶了就不敢了 还答应我过几天就把死白莲送走 宋青燕还来找过我 说想见你 求我帮她说说好话 笑死了 我会答应她 我就说找我不如找秦大将军 她和表姐关系最好 她说话表姐一定会听的 结果她还真去找了 就在这时 一个俊老男子来到我面前行礼 安乐公主 别来无恙 林与谦直接看呆了 小声问我 表姐 她是谁 我说 星科状元 周崇光 林与谦兴奋道 原来是你 我爹总在家夸你有文才有谋略 以后定能成大器 周崇光目录疑惑 我介绍道 这是相辅千金 林与谦 周崇光作一 原来是林大小姐 林与谦好奇地问 表姐 你和周 状元郎以前就认识 周崇光笑道 几年前在下落魄时 曾得安乐公主接济过 那时并不知其真实身份 只换一声楚小姐 在下也是 刚刚才知道 这时 又一年轻男子快步走来 本来成熟稳重的脸上 略显几分激动之色 陈寒鸣 给长公主请安 长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我看着她微微一笑 真不错 你居然考上了榜眼 也算苦读出头了 寒鸣哽咽 若非当年长公主伸出援手 陈现在可能 可能 我抬手指住了她后面的话 你们都是通过自己努力 才有了今天 本公主就是随手帮了下 不必太在意 寒鸣一脸认真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若非长公主 也就没我寒鸣的今天 寒鸣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周崇光复和道 寒兄说的没错 长公主对我们的恩情 我们都会铭记在心 林月谦心心眼的崇拜望着我 哇塞 表姐你太厉害了 看人的眼光真准 除了那个眼瞎的叹 我轻咳一声 她连忙停住 就在这时 宋青燕急匆匆的来了 见我身边好几个人 只好按规矩行李道 陈宋青燕 给长公主请安 不知长公主 可否先借一步说话 林月谦直接朝她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我则没出声 周崇光思量了一下 笑道 莫非宋兄也是受过 长公主的帮助 特来感恩的 宋青燕愣住 什么意思 韩明解释道 我和周兄都曾受过 长公主的恩惠 所以特来道谢 只是说来惭愧 刚刚才得知 长公主的真实身份 宋青燕脸色 瞬间震惊苍白 韩明继续道 这会儿见你匆匆赶来 所以猜测 你可能也和我们一样 刚刚林大小姐 还在夸掌公主眼光好 如今看来 也确实好 我们都考中了功名 也不算愧对 长公主的善心 以后定会为皇上 好好效力 做个好官 造福百姓 宋青燕艰难的大笑说 是 这时林月谦补刀 那可说不准哦 说不定就有个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呢 周重光和韩明知道 他说的是宋青燕 但都以为他在说 宋青燕和林雨菲退亲的事 二人都站在一旁目不作声 宋青燕怎会听不出 林月谦在骂他 但他惹不起 也不敢发作 只好无比尴尬地站在原地 你们先回去吧 大臣们都等得望眼欲穿了 我开始撵人 中秋燕说的好听是宴会 可实际上最大的作用 还是笼络关系 每年新入朝的官员 都是各派的拉拢对象 何况现在风头正盛的三顶甲 我弟又年登基 全靠秦家扶持 才稳坐皇位 根基薄弱 想瓦解这些自成一派的老士族 尤为艰难 我出宫去帮助一些落魄的寒闷子弟 或者穷苦书生 也是希望能挖掘人才 不让人才埋没 祝他们考取功名 以后为我弟所用 现在看来 还算颇有成效 宋青燕好不容易见到我 自然不想轻易离开 但林月谦狠狠地瞪着他 他也只好跟着一起走了 了解 此人定会在找你 你要小心 我点点头 放心吧 我和我弟在皇宫相依为命多年 这点防备心还是有的 宋青燕还是见到了我 在南贤王的寿宴上 南贤王是我父皇的弟弟 亦是我的王叔 他过寿宴 我和我弟一定要来参加 不过我不喜热闹 就带着彩春去了后花园 安平 宋青燕突然出现 叫了我一声 彩春当即呵斥 大胆 竟敢直呼掌公主明慧 活腻歪了吗 宋青燕哪见过彩春这种架势 当即吓得双腿跪地 乖乖丢我行礼 然后急忙解释 掌公主 小人知道 错了 都是小人 有眼不识泰山 错把鱼目当珍珠 可小人也是被林雨菲的女人骗了 一时鬼迷心窍 才犯下错事 求掌公主再给小人的机会 原谅小人吧 我瞧着宋青燕 卑微至极的模样 轻声一笑 后悔了 她用力点点头 悔呀 悔的肠子都轻了 我道 当日你母亲来退婚时 我就和她说过 希望以后你别后悔 你猜你母亲怎么说 宋青燕脸色一变 咬牙道 那都是她擅自做主瞎说的 包括退婚也是 我原本就不想和您退婚 是她逼我一定要退 还要我一定娶林雨菲 掌公主 您若是弃我母亲 我这就回去把她赶走 以后跟她断绝关系 我盯着她看了两久 思绪不禁飘回了 当年第一次看见她时 她衣着破烂 头发凌乱 手和脸却还算干净的 窝在角落里 身前摆个缺了口的碗 拿着一本书 废寝忘食的看着 连我走到她面前停留 她都没有发现 后来我问她 你看了什么书 她朝我微微一笑 谈吐清晰的 给我讲了书的内容 我说 你只是个乞丐 书读的再多 也是讨饭的命 她突然就很生气 你别瞧不起人 乞丐也有尊严和志向 我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若给我十年 不 五年时间好好读书 我一定可以考上功名 纵横官场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当时她眼里的光很亮 且很坚定 所以我就带着她走了 还让她回破庙 接上了她母亲 给二人安顿住处 一养就是五年 如今再看她这般 连亲生母亲都可以直接舍弃 还真是物是人非 唏嘘不已 你走吧 本公主不会对你追究过去的事 也不会向任何人提起 以后君是君 臣是臣 望你好自为之 我以为和宋庆宴之间的恩怨 说开了 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我没想到 她竟然真的会把她母亲赶走 还亲手把她扔在了城门外 凌云非得知此事 又把她母亲带回了京城 二人一起跑去府衙撞岗 一时间 炭花廊抛婚弃母的消息 瞬间传遍京城 府衙门口围的人满为患 事情发生时 我正和秦慎坐在附近的茶楼里 而宋庆宴也被府衙的人找了过来 她一见宋母 顿时就崩溃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非要毁了我 宋母跪地哭嚎 你是我的儿子 你怎么可以不要我 谁叫你毁了我的亲事 楚安平是当今长公主 我本来可以做驸马爷的 都是你 还有你这个骗子毁了我 凌云飞身地发抖 奸声喊道 明明是你先看中了我相辅千金的身份 也是你主动向我诉说情话 说要娶我 更是骗我婚前就失了针 宋庆宴 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 你休想抛下我不管 周围瞬间唏嘘起来 开始纷纷指责宋庆宴 宋庆宴从烤上探花后 就一直被吹捧 活在云端里 看着他的眼神里全是厌恶和轻蔑 他哪能受得了 他顿时大吼道 都给我闭嘴 我是探花 是长公主的心上人 你们再敢对我放肆 小心你们的狗命 这时状元狼周重光 带人前来将宋庆宴积压 有人举报你贪污受贿 滥用职权 皇上特命我受理此案 先跟我去大理寺吧 宋庆宴大喊 我没有 我冤枉 他还是被周重光带走了 秦甚至是一脸蛮味地问我 他当众回你名声 你不出面解释一下 他又问那婚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改日再说 宋庆宴的案子很快就判了 在他家里搜出了现银 还有人证对置公堂 皇上震怒 将他革职 取消他的科考成绩 让他永不得再踏入京城 听说他是带着宋母和林雨菲一起离开的 走时还被百姓扔了一路的臭鸡蛋和菜叶 又听说 他走前跪在宫门口 哭着求着要再见我一面 后来日子风平浪静 我也逐渐将他遗忘 半年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 是在京城的刑场上 他一杀死了生母和怀孕的妻儿 被判死刑 此时震惊整个京城 他当年的丑闻也再次被人扒出 楚安平 我要见楚安平 他疯了一样的喊我名字 气力气血 我就站在人群中 静静地望着他 他终于看见了我 脸上露出风魔般的笑意 又忽然平静下来 一字一字地说 楚小姐 我是真的喜欢过你 我想或许是吧 但那点微不足道的喜欢 早就迷失在了京城的繁华与金钱诠释里 我曾经 想嫁与他 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 茶楼里 秦慎问我 在想什么 我说 如果当初我没有带宋青燕走 没有给他考取功名的希望和机会 他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秦慎笑了笑 路是他自己走的 怨不得任何人 你给过他一步登天的机会 是他自己没珍惜 说到这 秦慎又严肃起来 为官者 当言于律己 连接奉公 更要守得住本心 经得起诱惑 知孝珍 德行兼备 才能成为一个 真正为百姓魔伏的好官 宋青燕会有今天 是他就游自取 我点点头 很认同他的话 每年都有贪官污吏被处罚 更有原本 截身自豪的清官被污染 金钱权力的诱惑 总是极一蛊惑人心 可朝堂上 依旧有一批刚正不阿 连接清明公正无私的人在坚守 他们有原则有底线 他们是真正的好官 而我也将继续游走各地 为我的国家 挖掘出更多需要帮助的知识之才 秦慎又恢复了往日模样 他笑着问我 安安 婚事考虑得如何了 我甘笑一声 哈哈 等我下次回宫再说 对了 之前月谦说他让宋青燕找过你 那天发生了什么 秦慎道 等你嫁给我再告诉你 我 嗨嗨 溜了溜了 以后再说吧 全文晚安